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得家去探老娘 借酒 人性不窗户 折备慎燕金铁房 多蒙宋大哥 准咱李宗盛回家探母 零行之时再三嘱咐 叫咱在这一路之上 不可引走 莫关闲事 不要犯这街道的姓儿 咱一定牢记打锅之烟 接得老母即刻回山 方不负众家歌的官妾之意 一夜 阵阵亮风 青雪又惊恶香 长河绿环山藏 远别花黄 树枝上红叶 树枝上红叶 随风飘荡 树枝上红叶 听众生佛志德修香叮当 妙啊 看前面 盈盈绰绰一片红墙 就是菩提寺 方才终生强了 一定是哪些个和尚们 又要吃斋 念经了 安道想起来了 咱有年的世界 尝到这寺内晚耍 这里面果木树甚多 有一日 只见这梨儿正书 十三 悄悄地爬上树去摘取梨儿 谁知 惊动了那个老和尚 就命他的小徒弟 手持禅杖 要赶咱下树 十三 一时醒机 就将手中的梨儿 对准了那个老和尚 说了一声打 不偏不外 正打在他那光秃秃的头上 十三 见实不妙 跳下树来 跑回家中 谁知 那随过小和尚 也敢到家中 与咱那老娘 是伯伴争吵 咱那老娘 只得 要求了他们 讲了许多的好话 他们 才狠狠而去 想起咱这有年顽皮的姓儿 不知招惹的老娘生了多少贤气 哎呀妙啊 看前面一世西门 戴安 进行几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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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鹿 醒来 安能思量 想起了有的姓儿是不应当 早时间回家去把老娘探望 我自门见面要许许中啊唱我的娘 笑着脸儿缠着身儿拍拙咱与肩帮 她咱们命出名字 别吃 别说 咦咦 有好 咱里亏心那种不住的心痒痒 进行几步 心也能忘 恨不得他说了吃 回到咱老娘的身 最后改变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